不管开货车还是开其他车都要小心 尤其是记住不能酒驾 喝酒不开车 开车不喝酒 这句话不知道唠叨了多少遍了 但是呢 总有个别人不当回事 在面对检查的时候 酒司机的各种表现也是经常出人意料 接下来这个让民警都直呼太慧言了 维防昌乐县交警大队六中队民警 在进行酒醉驾专项整治行动时 发现了一辆灰色轿车行迹可疑 随即上前将其拦停 一摇下车窗 民警便闻到了一股浓重的酒味 随后民警对驾驶员进行了呼气式酒精检测 结果每百毫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为163毫克 属于醉酒驾驶机动车 但就在处理过程中 驾驶员做出了令人意想不到的举动 一听要去医院抽血检测 这名驾驶员又使出了新花招 驾驶员一直在装睡 无奈之下民警只好把他抬到病床上抽血检测 然而见到医生后 这名驾驶员仍然不消停 最终在民警的劝说下 驾驶员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并愿意配合执法 您说丢不丢人呢 丢人还在其次酒后开车 关键是害人呢 害人害己 听人劝吃饱饭 如果还有司机在酒驾这个事上 存有侥幸心理 早晚得吃大亏